都购买到的朋友们48小时可以直接帮他安排发货的 那么还没有去买到的 我们是48小时之内到 脚步踉跄话语含糊 下一秒 人瞬间昏倒在地上 整个直播间只剩下满满水果 以及充满错愕的聊天室 6月27日有网传视频显示 中学高老林淘宝直播间 一女主播的晕倒 当时直播间观看人数达4.4万人 中国直播带货行 代名为中学高老林的直播公司 近期一名女主播却太卖力 带货到昏倒 网友搞不清楚状况 在底下狂打许多问号 影片在网络上疯传 甚至还有人说女主播已经猝死 同时出面博士传言 网络上也流传出昏倒女主播 去医院凉血压的照片 本人随后也出现在直播间 解释事件来龙去脉 女主播虽然表示自己没事 不过有媒体踢爆 直播公司创办人林盛 事实上不久前才因为 旗下冰品公司欠薪 负面消息不断 被怀疑是不是为了还债 压榨员工 有网友感叹 国内经济不好 大家都辛苦了 直播主带货带到昏倒 讨生活的艰辛 全被民众看在眼里 上市道具 再来新闻 谢谢大家好报道